四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鸭子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韩根老师呢 觉得韩根老师 特别能明白舞者的那份辛苦 我们都不明白 你一句话 把我们全部打翻掉了 我们都不明白 我们都觉得舞者特别轻松 一定有他的魅力存在 对不对 对 鸭子就不用说 态度大师 对不对 对 他的舞蹈里面就会有态度 撞踢头呢 学一下吧 你看到了吗 谁会注意舞者的动态 只有我 韩全已经看到了 你已经完了 好吧 来吧 准备你的表演 DJ DROP THE BING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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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y bwd6 最后一个必须给你来一个 他的招牌 再给我一个 他的招牌 这就跟徐凯浩一样 打打打打打 好 来吧 但是有没有老师想要迁徙呢 我去年也是甲阁现场看过你这个舞 也是这个班这么一下 然后当时还说 对 现场看过一次 当时还说 说为什么国内舞蹈员都扒国外的人的舞 然后说到他的时候 说有国外的舞蹈员也来学他这个动作 好 厉害 好 我们就决定吗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晋级下一轮呢 腰子我还挺有把握肯定是四票进的 因为我跟大家的作品都不一样 我觉得会是三票以上吗 我觉得 三 二 一 个人是觉得还好 因为待会他们可以随意的去 比赛或那个召唤 只要你有能力 你就有机会站上这个名额 它是时候去比赛 但我跟你说 他就是想看 没有 我没有想看 想看没关系 想看没关系 不是 如果他今天这个 没有 我觉得一位舞者 他如果能力真的很强 他完全不用去在乎 他绝对不会跑 那就可以了 来了 是吧 对 来了 请问一下 你要让挑战者来召唤 还是比赛 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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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 这边的机构来了 有没有人不服 一 二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有机有机会 你退缩就没了 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一定是有一定的水准 试试看吧 没事怎么会知道的 谁要比赛 这个就是要比赛 这个就是游戏规则 你要过关的话 那你就是要接受这些挑战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四 十天美好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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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 六 又是你的人啊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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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是你的人 你一直表现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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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人 他的 其实还蛮兴奋的 就是很期待看他的表现 四位队长好 我是小宇来自成都 好 你选择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没人下来 那必须不能让他那么轻松的过 哎 对吧 好 来准备 我就要赢 所以说谁下来我都得 我都得加油 我想让我妈看节目为我高兴 小宇加油 因为我知道他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下来 我觉得该有一个人站出来 meditation 小宇 快 illumin 四十秒 小宇 小宇 go first 5、4、3、2、1 SHIT CRAZY THOUGH CRAZY THOUGH CRAZY THOUGH 5、4、3、2、1 OK 很緊張 其實我覺得真的 鴨子可以真的是多變的一個舞者 都是厲害的舞者 兩個的確都很厲害 都有一個點 都應該 其實對我來說 跟誰去比賽或者競爭 對我來說都一樣 對 我主要是想看看 隊員的狀態 那每個人觀點不同 那但是跟著心走 好了 準備 3、2、1 鴨子獲勝 很緊張 恭喜 來 鴨子恭喜你盡情 恭喜 小宇辛苦了 辛苦了 他真的好可惜 你贏了 你贏了 我不後悔自己的 跟鴨子比賽的這個決定 因為我就是要告訴所有的舞者 不要去畏懼強敵 大家都要勇敢一點 這一次的賽制 的確也跟上一次不太一樣 這一次好像更殘酷一點 對啊 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樣 但就算看到作品的話 我還是會想要跳比賽 這就是街舞 這個就是要比賽 這個就是遊戲規則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比賽 但他們只是還不太了解 他們自己的比賽能力是有多強 相信自己